如果应该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订单日期 我们可以把它拆分为年的比较 因为它有2016、2017、2018 所以我们可以在资料分析时做什么 做年的比较分析 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通常做统计分析 大客户喜欢什么产品 小客户喜欢什么产品 客户的喜好 你提供给决策者 让他能够做正确的判断 这是我们要做统计分析的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会去关注这里面的产品类型 我们有办公用品 还有家具 技术不同的类型 这些类型到底哪些是大客户喜欢的 哪些是小客户喜欢的 如果我们掌握提供给老板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他做更正确的一个决策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会需要透过一些函数去做资料的一个清理 以订单来说我们有2015到2018这四年 那我就想要知道这四年的订单到底表现怎么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先把订单日期来去做所谓的一个类别化 例如说这个订单日期是落在2015年 这个订单日期是2016这个订单日期是2014我先把它分类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要先教你如何去做新增加栏位年这个函数 所以游标落在右边你可以落在这一格也可以落在这一格 我现在要算年所以请输入等于其实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要去输入一个函数 接下来年的函数就是Y1建议函数不要打太多字 然后上下方向键选择 Y1就是会传回这个资料这个日期资料的年 这个年它只能介于1900年到9999年之间 那我要用这个函数就直接点什么按键就直接取用 答案是TAB键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叫做Serial Number 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的是这个订单日期 可是不是这一格 这一格点下去它会变成前面有一个A 这个代表说一个正列我要点的是C上面 也不是C这个字的中间 是C的上面 应该是点到这个订单日期的上面 这个订单日期这样子的选法 它是选到完整的订单日期资料 打这个右刮符Enter 这全部都帮我算款了 如何快速做出整行的蓝1 游标落在所有资料表的右边 输入等于Y1 然后TAB键 要取用的Serial Number 是来自于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点在这个位置 选到全部的订单日期 右刮符全部都算完了 记得要把蓝名改成年